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MS的PodPod牌子的箱子 它是一些小盒子比较容易携带 另外大的箱子小的箱子之外 像我自己知道的像这个Case from Lake 这个是DIY手工的箱子 就是你跟它定要什么大小 它可以做给你 那非常漂亮 然后也可以自己克制它的高颜色之类的 然后也非常的 它还有这种背包方案 就是可以把这个箱子变成后背这样子 对 所以价钱也蛮便宜的 所以这个东西当然是蛮好 只是这种自己做的箱子 大部分都是木头做的 所以会非常非常的重 非常非常的重 这点要提醒大家 好 那要如何开始玩模式合成器 我个人是建议就是使用 如果有follow这个频道的话呢 就是使用这个软体的VCV Rack 这个软体可以先摸一些声音这样子 那就不要一开始就去买一个硬体 不太推荐 先用软体摸出一些声音 在硬体上面听到 这个软体好像做不出来 的时候再去买会比较省钱 好 去哪里找模式合成器 音乐这个呢 我通常都是在Bankham这个网站里面 在这边搜寻modular 然后它就会有 这个有modular tag的音乐可以去听 就可以找到很多新的模组合成器的音乐可以听 那去哪里买模组合成器呢 台湾当然就是有这个Digilog这个网站 那另外离台湾近的话呢 还有Clockface这个网站 或者是货源一直都偏充足的 Profit Circuit这些网络上的商店可以买 那最推荐的当然就是Digilog 就是离台湾直接可以买到嘛 只是Digilog毕竟是一个小店 所以它的这个货源可能不充足 那离台湾近的话呢 Clockface是一个蛮好的选项 因为它进货的速度蛮快的 然后又运费很便宜 基本上海外运费就是超过5万日币的话 就可以不用这个运费 非常的便宜 所以Clockface是对于台湾人来说 我已经推荐过很多次的一个网站 好 那软体或硬体的差别 当然就是操作上来说啦 对 就是软体的差别就是我们只能用滑速 对 就算是VREC 它也不太适用多点触控 硬体的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多点 对 就是可以同时摸到很多个参数 我个人认为这个是硬体唯一的好处 好 在这里显得是软体或硬体 我不是在讲数位和类比 所以音色上来说数位和类比当然有数位和类比的差别 不过只讲软硬体的话 就是硬体操作比较快而已 所以我个人啊 对 就是其实软体练习习惯的速度也是可以很快啦 软体有些软体才能做到事情 比方说存档啊或者是复原 硬体就没有办法复原嘛 就是我现在转一个参数 马上复原到前面那个参数 硬体就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对 所以这个是软体跟硬体的差别 主要就是操作上来说 那当然还有重量啊 软体就完全没有重量这件事情 或者是开机 硬体开机可能会比较快这样子的差别 好 那模组合成器跟编曲软体的配合 这方面呢 因为编曲软体它比较传统 就是一轨一轨的设定 所以大部分就是编曲软体放一些已经做好的声音 或者是放一些MIDI去给模组合成器跑 基本上模组合成器跟编曲软体的配合 这件事情呢 跟任何的乐器与编曲软体的配合上 是大同小异的 我个人认为 好 那不过编曲软体与VCVREC 这种模组合成器软体的差别 那就蛮大的了 我个人认为 一个是录音编曲的界面 然后另外一个是创作声音的界面 所以完全是不一样的 在创造这个声音或乐器来说 VCVREC 就是它是一个模组合成器的系统 它有压倒性的强势 对 所以就是发掘一些新的声音 或者是做一些很特别的音乐 或者是很快的做出音乐来说 都是VCVREC比较强 那它本身也有录音的功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现在几乎都只用VCVREC 不太会开编曲软体去做音乐了 对 编曲软体对我来说 就是混音 剪贴 或者是做影片配乐 这边会比较方便这样子 所以VCVREC它比较像是一个乐器 它是像是很多乐器 很容易可以做出声音 编曲软体是我们之后 在后制这些音乐用的东西 好 再来推荐的新闻网站呢 这个我个人是看这几个网站 Synthopia 或是这几颗 Synthopia 或者是Synth Anatomy 或者是Modular Grid 这三个新资讯的网站 大概是比较简单易懂的 没有那么窄的 那界面来说也比较容易阅读 这样子 好 最后今天最后一个问题 如何准备一场演出 会有这个问题的朋友呢 我相信都是已经有作品的朋友了 那当然如果你还没有作品 就请不要想这个问题 对 就是什么还没有做 来问说演出要怎么演 我就会说先做出音乐 再说再去考虑这个 还不迟 对 就先做了音乐再说 对 那已经做了音乐 要怎么把它变成演出 我会说就是 演出这件事情 它重要的地方 其实就是人的动作 对 这个是非常直接的 演出重要的事情 永远都不是音乐 音乐是本来就应该要做好的 那怎么在可以演 可以呈现好音乐的同时呢 在你动作 每一个动作都可以具体 并且大胆的改变声音的内容 然后可以让观众看得懂 就是你现在做了一个动作 所以音乐改变了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所谓的演出 其实重点是在于动作 所以准备好一些好听的音乐 自己做音乐 然后分几个重要的参数出来 那在演出的时候调整 这个是我觉得 关于演出这件事 当然演出的风格还有很多 比方说从没有配线开始 或者是比方说 像我用VCV Rack 或者演出这个 从没有模组开始 这些噱头 对 他们都是一些 就是切入的角度 所以找出一个 自己喜欢的切入的角度 去创造一个自己的风格 也是一个很好的考虑的路线 这样子 那要怎么找 绕话一句 就是先 先就是把自己 这个 怎么讲下海了 对 先下海了 才会知道 就是我们要使用大量的 要有大量的使用 模组合成器的经验 跟大量的看 演出 听音乐的经验 之后 这个才有讨论的价值 就是 蛮 常有 真的很多 很多人 因为我知道 模组合成器这个东西 看也看不懂 所以大家会有很多问题 可是我真的会说 就是先摸了 之后 很多问题 才有办法讨论 在还没有摸的时候 这些问题 其实都是不成立的 对 OK 好 那这个就是 今天模组100问的 第一集 的十个问题 一样如果 有 接下来有什么 关于模组合成器的问题 也欢迎在下面 在影片下面留言 告诉我 然后 这样我就可以很快的 准备出第二集给大家 OK 那 每日模组合成器 我们明天见 拜拜